真是货从天上来啊 我这车停得好好 你能给我撞了 哎呦 老板不好意思啊 你看这得多少钱啊 我赔 哎呦我的天呐 你真没事吧 我真没事 这得赔多少钱 你以后别骑这么快了 去吧去吧 不要你赔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年轻人多走走路 好 小薇总 我来晚了 刚路上堵车了 你来的刚好 你也想嫁我男朋友吧 昨天送礼那个不是你男朋友吗 昨天 我又不是演员 这种违背良心的事情 我做不出来 昨天那个他不是我男朋友 你找别人吧 我还干活呢 哎你回来 加工资 又来这套 这是钱的问题吗 说真的我不差钱 要不是因为我喜欢 姐 我今天是好人了 姐 不是那不是这个车主吗 姐 我跟你讲 姐那个好人就是他 不是 什么好人啊 你是他 嗯 认识 就我刚过来的时候 可能是你的车吗 你记错了吧 我可能记错的 你没费难我 也没让我赔钱什么的吗 哦 就是我刚不是来晚了吗 你就是我还有一份兼职 就是帮别人做代价 他就是车主不是 不是 我看他年龄小 刚好车主也没有看到 我就赶紧让他走了 就是那个 你是小薇总他弟弟吧 对 哦 那个我是你姐男朋友 哦 姐 这就是姐夫呀 啊 对 走走走咱们边吃点手 先吃饭 姐 你说你每天那么辛苦干嘛呀 你看姐夫这么有实力 赶紧考虑一下主婚大事吧 你说是吧 姐夫 什么有实力呀 我就是个服务员 吃饭懂吗 吃饭不行 那个女孩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他们做的不比我们差 这是你姐想做的事情 她想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吃吧 赶紧吃饭吧 赶紧吃饭 不得不说 我姐夫的火锅是真好吃的 哈哈哈 这种感觉挺怪怪的 嗯 根本不像男女朋友 嗯 嗯 那个必须得时刻牵着手才像吗 这才像那么回事嘛 对了 姐 这忙快过年了嘛 记得带姐夫 来家里见妈妈 好好好 嗯 那个 你放心吧 我一定和你姐去 哎 有姐夫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行了 我先走了啊 啊 拜拜 那个今天谢谢你啊 没什么好谢的 演的挺好的 我咱俩以为咱俩真是一对的 可惜你有男朋友了 啊 不是我男朋友 那个是店长 哎呀 本来今天他来说帮我演的 结果他请假了 啊 那是我误会了 耶 你 吃鸡茶呢 咱俩现在可是官方认证的了 等你第一回家 他所有人不都知道了吗 想那还挺美的 我不知有多么快乐 爱是不够